等了幾個月,終於有得到場是全場球了 Patrick,你對這場球有什麼看法? 這場球的賽事來說 作為一個球迷,當然有種期待感 就像小朋友放暑假那樣 入到場裡面,看這場球 雖然節奏上不算太快 但入球也比較多 作為球迷,當然喜歡入多些球 對,其實最重要的是有得到場人看場現場球 那說回場球,10分滿分,多少分? 基於節奏上就不太快 入球是多的,不過失業就比較多 那場球來說,我還是給5分 因為外援都沒有落下了 對,對,對 那MOM呢? MOM呢? 我覺得應該是領文的梁家恆 那你看得出他的狀態呢 上去結結 基本上他一見球 都可以入球 對,那剛剛 剛好早上,球會就宣布了簽何西安組 那你覺得怎樣呢? 何西安組這個球員 何西安組,那時候他踢東方的 那時候不幸就受過傷了 那現在他就從歸港超 那其實那時候呢 那些人都說他的實力方面呢 其實都頗為比較高 無奈就傷了 那現在李文就 然後簽他回來呢 就相信是一種實力的補強 那當然還有他曾經受過傷 那現在回來港超呢 那我估計他的員工應該都會是 低了一點點 嗯,是 嗯,那我講回整個賽季 講到上個賽季先吧 上個賽季 Man of the Seasons 嗯,那我覺得應該會是 挺美名的沙浦夫 基本上他由中場 踢到到中間 都可以說一風當關 還有很多的 關鍵的傳播 都是出現這個 那,講完上個賽季 講到接下來這一季 那你覺得我們會踢成怎樣呢? 有什麼期望呢? 嗯,我 李文今季的期望 那當然都是 拿回一隻杯 那因為 李文欣會長 紫席 那他就講過 就說 今季想要一些成績 想拿個杯回來的 那我相信 李文都是集中 去搶這個青杯 或者是在行牌的方面 嗯,好,那多謝 非常地訪問 那下個星期 星期六 會繼續有青天冠約賽事 在青衣對著潔志 五點半下午的 那我們 到時見啦 下午的位置 不見了 是 上午的 下午 下午的 下午 下午